习顺在雷则 兼愚者皆取深谈厚则 而老若则愚于极流前谈之中 此然挨之而亡于也 这说的顺王 大顺在年轻的时候 雷则是湖的名字 在山东 那么在湖边 当然打鱼的人很多 鱼者就是打鱼的人 这些人年轻力壮都选择好的地方 是不渝 但是这老若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争 只好到极流前谈之处 这很不好的地方 也很不容易 这个老祸 顺看到之后 生了怜悯之心 这个时 年轻人 欺负老若 对不起老年人 他怎么办呢 他也去捕鱼 他也去 以一身作则 做一个榜样 给人看 见真者 见逆其过而不谈 见由让者 在欲扬而取发之 他这个方法好啊 看到人在捕鱼的时候 互相争执 相争不让 他一句话都不说 不说他们的故事 偶尔见由互相谦让的 他就大加赞扬 今年 就过了一年 借以后谈后则相让行 过了一年之后 由于顺的感化 大家彼此都能够 互相相让 复以顺之明之 其不能出一言 教众人在 那不以言教 而以身转之 此良功苦行也 顺 有大智慧